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百革城报 今天各报的头版位置都能看到前首相纳吉的脸 还有一位是前特警阿兹拉 说的就是被控谋杀 蒙古女郎阿丹都亚罪名成立 被判死刑的阿兹拉突然发出了一份宣誓书 指控纳吉指示杀害阿丹都亚 不过纳吉全盘否认 除了反驳阿兹拉捏造事实 甚至质疑为何在阿丹都亚离世超过10年才提出来 全国警察刑事调查总监胡瑟受访时就说 警方目前还没有看到阿兹拉的宣誓书 因此暂时不回应 另外 南洋商报头条则是报道 就算有廉价机票和住宿 大马人更担忧的还是暴力示威 因此过往圣诞节庆 许多人选择旅游的香港 现在无人问津 新州日报头条是独家报道 大马承认起诉台湾医学院的牙医系毕业生 凡是在2021年之前的毕业生 无需再考大马牙医资格考试 可以直接向大马牙医协会注册 接着来看其他的国内新闻 早前财经周刊DH报道 内阁已经决议 去销收购四条金屋大在雪龙区的高速大道 不过此消息却遭到财政部长林冠英反驳 并强调内阁还会继续针对上述计划进行讨论 至于何时会拍板定案 林冠英就说他只是财长 不是首相 一连好几天的大雨 导致柔福州多个县市发生水灾 许多的灾离被迫撤离 并被安置在个别的临时疏散中心 而救援人员在救人之余 也对动物们展开拯救行动 你看这张警员救狗 消整人员救猫 解救受困淹水区的水牛照片 还有无畏男子毫不忌讳 涉嫌走进水里 拯救濒临淹子的狗儿画面 在水灾期间显得格外暖心 换个焦点 沙发出现小儿麻病症案例 让许多家长担忧 如今又有一位家长 在脸书分享自己女儿因为高烧不退 送院之后确诊患上 穿歧视证 再次为所有的家长敲响警钟 谢女士于本月的11号 将孩子确诊以及治疗过程公开在个人脸书 引起广泛的回响 根据有关贴文指出 谢女士的女儿于本月的5号开始发烧 但看了医生吃了药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体温更是飙升 后来医生安排女儿住院 并发现孩子的手臂嘴唇都很红 怀疑可能是穿歧视症 经过观察以及透过化验进行排除法 最终断定孩子患上了罕见的穿歧视症 索性及时发现之后 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 情况明显好转 穿歧视症是一种儿童时期最常见的血管炎之一 非传染病发病原因未明 主要会有的症状包括发热 不定型皮疹 口唇红潮 手足硬性水肿 以及颈部淋巴结肿大 病死率为1%到2 死亡原因多数都是心脏严重塑损所致 今天的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感谢您的观看